生在王室便终生要背负先王臣后父子之故 1762年朝鲜国王英祖将世子李轩关入贵中活活饿死 本篇讲述的就是这对王室父子之间的爱恨情仇 英祖长子不幸妖者 年过四十后才再得独子 因此对他备加珍世寄予厚望 不仅将世子交由王后中殿娘娘抚养 还为儿子学业亲自编撰教材直至深夜 可谓世睹情深 世子也天思聪颖活泼可爱 深得终殿娘娘和祖母大妃娘娘喜爱 宫廷上下所有人都将王朝的命运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 随着世子渐渐长大 八九岁的孩童正是贪玩之神 在大婚现场他竟不顾礼节与妹妹逗了玩笑 引起英祖的不满 除此之外还因玩乐属于学习 让父王抓住了错漏严加责备 世子在父亲的吉言利色下显露出了对读书的倦怠之意 尽管老师和晋臣都极力为其辩解 但此言一出犹如覆水难收 让英祖对世子大为失望 转眼世子已经长大成人 英祖带他来到宗庙祭拜 告知这些整齐苏正的先祖牌位背后 几乎都有一段骨肉相残的血行往事 就连他自己也身负毒杀凶掌的恶名 英祖不禁发出身在王族子女意识仇人的感叹 这句话一半是教导一半是警示 可惜一心可慕父爱的世子尚不能领悟 英祖执政25年 在朝堂上提出了传位于世子的想法 当时王朝内部党争十分激烈 老论派和少论派所谓水火不容 老论派怀着泽君的心思 少论派则一心拥护世子 所以英祖辞绝实际是想刺态双方太多 在两派的争执之下 英祖最终决定各退一步 做出由世子代理听政的决定 退朝后 老师们提醒世子 代理听政关系他的前途命运非同小责 世子也有意大战拳脚 只不过与其说是为了政治前途 还更加希望能够重新赢得父王的喜爱 第二天父子俩便一前一后 端坐于朝堂之上 面对军费亏空的问题 世子提出 世大夫阶层和王室宗亲 要和平民百姓一样上税 这显然违背成规 也损害了老臣们的利益 世子甚至还想一举清除 军中党派间根深蒂固的隔阂 此言一出再度触及政治的红线 老臣们虽未当庭发作 但下朝后在英祖面前狠狠参作了一番 让英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眼看多年来 普新维持的新老势力平衡 差点被世子打破 英祖为他的年轻气盛而感到愤怒 事后加以呵斥 打压了世子理政的信息 世子因此陷入迷茫 在朝堂上要么表现得草率冒进 要么毫无主见 可自己的行为 却被英祖当中说得一无是处 此时大臣上报 南方正饱受旱灾之苦 古人迷信这种天灾 多是主上师德 英祖便间提发挥 用自己的师德暗指世子无能 这番失望之言 让世子感觉如芒在背 一度情绪失控 事到如今 世子终于体会到了为王治国的难处 但与之相比 更加困难的是取悦自己殷勤不定的父亲 从此事之后 英祖对于世子的不满日益加深 一天夜里 英祖处决了两个口出狂言 藐视网上的犯人 心里觉得十分晦解 每每遇到这样的事 她都要洗耳术口 并找个讨厌人来训斥几句 认为如此才能获得安宁 而这次她叫了跟前的人竟是世子 心中的厌恶之情 不值欲出 再者 因为本该下落南方解除旱灾的雨 偏偏下在了英祖祭祀宗庙的路上 又一次燃死了她心里的无名之火 对无辜的世子披头盖脸 恶言相向 还剥夺了她通往宗庙的资格 世子妃分娩之刃 世子难言激动的心情 守候了一幅青龙在天 总算如愿以偿 天赐灵儿 她知道 哪怕自己没有治国之才 但至少延续了王室的血脉 算大功一件 但在世孙百日之时 世子带领家人前去向父王问安 谁知见到世孙 英祖的脸上并无半分笑页 而怀有龙翼的新人 却仗着英祖宠爱 胆敢对世子的生母出言母婿 让她提获了一把 虎落平阳被卷欺的滋味 这件事很快便传到太妃的耳朵里 她以后宫大家长的身份亲自出面 惩治了这个目中无人的公平 英祖闻训而来 喝退了众人 面对母亲的责问 英祖自知理会 一怒之下再次提出退位的要求 赐英祖登基以来 本就与太妃宿有矛盾 这一次她自然不受威胁 爽快同意了她的退位 英祖骑虎难下 气愤的腐朽而去 世子自然不敢接父亲的善让之位 可又因此被推上了风头浪尖 成了太妃和英祖矛盾的牺牲品 她冒雪跪在殿外 请求英祖重归王位 久久不肯离去 在刺骨的寒风中 急火冻死 最后在众公圈的劝说下 为了保全世子的性命 太妃选择绝食而亡 以此收回成命 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世子痛失疼爱她的太妃 还要替父亲悲起不孝的罪名 英祖亲手把儿子推向深渊 眼看世子一步步堕落 大臣们也见风使舵 明哲保身 不再替世子说话 长久积攒的愤怒和压抑 已全然扭曲了世子的性格 变得语无伦次 行为乖章 喜怒无常 甚至滥杀无辜 然而渐渐长大的世孙 却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满十岁的他 便能当着诸多大臣的面 高谈货论 将治国用人之策 说得头头是道 英祖心中重新燃起希望 对这个孩子大家赞赏 给予厚望 世孙取代了父亲的位置 早早就享有了参拜宗庙荣誉 还有幸亲耳闻听祖父的教诲 即使深受英祖宠爱 但世孙心里仍旧敬重父亲 他对父亲坦白 自己喜欢读书是为了讨得祖父的关心 与渴望亲情关爱的世子相比 他小小年纪就如履薄冰 特守着围城的本分 不敢有丝毫检阅 儿子的话深深触动了世子 他拼尽全力 把光拉门朝着天空放出一箭 他多想和这只没有目标的剑簇一样 领直气壮地追求自由 但多年的磨难告诉他 一切不过都是痴心妄想 眼见时机承受英祖 逼着少论派大臣上书废除世子 大臣不愿做压垮宗室和墓的最后一根稻草 相继绝望自裁了 老论派深知英祖意图 为了替他废除世子 直视了一介数迷 告发世子有谋反之意 如此欲加之罪 世子当然不甘伏法 怒气冲冲地要与告发者当面对峙 查明幕后指使 眼看目的就要达成 英祖自然不会让他顺翼 匆匆忙忙将其处决 摆明了不愿为世子洗刷墨秀的罪名 还恶狠对他说 你的存在就是谋逆 了了数字 让世子如罪并哭 彻底将他推向了万劫不复境地 心高切耀他 终于在雨中爆发出绝望而怒吼 他带着数十名随从 杀气腾腾地朝父亲的寝殿走去 世子妃阻拦无果 赶紧把这个消息告知了婆婆英平 但深宫妇人也无可奈何 只能坐以待毙地听凭命运的觉才 世子来到英祖门前 手中的利刃已经出窍 发出阴冷的凶光 只听寝殿内 父亲与世尊正在谈心 英祖问世尊为何几天前 在英平娘娘六十大寿的庆宴上 对其行四败之礼 六十花甲之庆 本不是英平这样的屈膝后非能够享受的 而四败之礼也只能对正姑娘娘和王上 世尊当然知道其中厉害 可疯狂的世子父亲非要他这么做 世尊认为先有人心后有礼法 他感动于父亲的孝心 便抛开礼法跟踪了 世子做梦都想不到 诺大的宫廷里 最了解他真心的居然是个 不满十岁的孩子 他不由地松开了手中的利刃 为这世界上仅存的温情放弃抵抗 第二天 惶恐的英平还是向英祖告发此事 说到底世子行刺未遂 迷途知反 罪不至此 英祖一边夸奖英平的忠心 转头却将长刀扔在世子面前 告诉他若此是自财 还能保住世子之位以及世尊的地位 面对这场公变 少论派斟酌着自己的虔诚 敢于冲出来 请求英祖收回成命 众人拦住世子 跪求英祖称 自问并不在朝鲜王朝的律立钢厂之中 随即 英祖误了让世子有合适的死法 命人抬来一口米贵 把世子关了进去 自己亲手钉上了钉子 一开始 世子在里面垂打挣扎不甘受死 甚至破门而逃 却再次被抓住关回贵中 他的仗人也是朝廷进尘 偷偷将一把折扇扔进贵中 下面正是世子在世尊出生那天 亲手画出的青龙图 提醒他不要忘记后人的安危 他看到后仰天悲弃 从此不再抵抗 就这样到第八天 世子一道气心奄奄的弥留之间 英祖也知道儿子大县江镇 这才敞开心扉 将今年的恩怨一吐为快 站在权力巅峰 少有插持便死无葬生之地 他一刻不敢忘记自己的身份 宁愿做个首任儿子的冷血父亲 而世子却恰恰相反 全然不关心政治 只想做个绕席成欢的儿子 两人不同的追求 最终走到了阴阳两格的地步 直到儿子没了气息 英祖才剖开柜子 伸手抚摸着世子的脸 一直不住的老泪纵横 世子死后 英祖追封他为 私道世子 十四年后 行将就墨的英祖 抹掉了史书上 《关于世子记载》 并且叮嘱继位的世孙 再也不要提起他的父亲 但随着英祖驾崩 世随上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携着母亲去祭拜 含冤而死的父亲 如今他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 对父亲亲徒多年来 饱受折磨良心 也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 让自己的生母 像花甲之亲 庆典上 他踩着悠扬而对待悲伤的曲子 手握着父亲为自己而化的 青龙折扇 尽兴而舞 十余年为父复仇的隐忍 直到今日才得以释放 世孙与母亲不禁气中带累 他们终于等到这一刻 能够跳脱于王臣礼教之外 堂堂正正地表达出 对世子的思念和追悼 电影《思道》的悲剧在于 在一个人最有生命力的时候 声声地折断他 对于思道世子来说 身边最亲的人 都因为礼法的束缚 最后是他于死地 他爱自己的父亲 他父亲活活饿死了他 他爱自己的母亲 母亲告发了他 他爱自己的妻子 妻子只会为了儿子 一味地求他妥协 最后他爱自己的儿子 却不知就是因为儿子存在 自己才沦门的亲子 他死于一生真实的亲情 竟是这个王宫里 最不值得的东西 是人高于礼 还是礼高于人 在被儒学思想约束下的王朝中 王臣父子的序列不可见远 特别是身在王家 父子时为王和臣 且为天下事本 只能以礼相待 更因为英左登基 本就充满正义 他身负弑雄名 因此为了巩固王权 不得不更加偏执地 去维护礼的权威性 他对四道世子 近乎变态的苛刻 也正是源于 他恪守的王臣之道 四道这部电影 反思的是朝鲜时代的 政治与牺牲 也是四道世子 作为反叛者 质问礼教的愤慨 四道世子一生 是战战兢兢的一生 是向往自由的一生 也是成百上千 王族斗争中 牺牲者的一生 他向往自由 射向空中的剑 但礼法却要求他 成为正中靶心的剑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美中 每天定时打卡 美中观影 一整天嘴角笑弯弯哟 拜拜